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之鈺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catch大前朝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來賓 第二要介紹是我們的財經專家 黃世聰 世聰哥你好 世聰哥大家好 還有特別請到我們的 錢基金經理人溫建勳 建勳哥好 世聰哥好 大家好 今天請到了政大國關中心的研究員 湯紹成老師 湯老師好 還有請到我們的傳新專家 陳薇良 薇良好 朱宇好 大家好 待會要加入我們的 還有這個華爾街的操盤手缺油上 但我們來看看下半年的一個投資趨勢了 不過首先我們要帶您來看到 這週末裡國際間的媒體 大家也都大篇幅的在報導 我們台積電說被勒索了 有這麼可怕嗎 說這個勒索病毒襲擊 然後我們的護國神山群 包括護國神山 台積電 他可能會機密外洩 講得很恐怖 結果台積電出面說 沒有這回事啦 但是是完全沒有這回事嗎 也不是這麼說 因為其實被襲擊的不是台積電 但是他是台積電的供應商 好 那麼這個是哪一個 駭客來勒索 叫這一家Lockbit 那麼這一家 其實在國際間算是惡名昭彰 因為他到處朝這種高科技廠商 來下手 然後這次他說 他勒索了七千萬美元 那勒索誰 就是台積電廠商嘛 那苦主是誰呢 這家叫情號科技 他為什麼被攻擊 你說完全跟台積電不相關 也不是這麼說 因為這情號科技 他的一個檔案當中 他就存了叫台積電 於是人家就想要勒索台積電 就看到你這個可以 於是就下手了 好 那到底 他這個檔案裡頭 有沒有關於台積電 相關的機密外流呢 台積電告訴你 放心 那是沒有的 但是現在看起來 這個駭客組織好像已經盯上我們的護國神山 那又該怎麼辦呢 我們來問問世同格 對 沒錯 我們現在講這一次的這個事件 這主要是有一個國際的這個駭客組 叫Lugbit 他就說 我要這個勒索台積電 這傳言就是說要勒索七千萬美金 那折合新台幣是二十一點七億 然後就要求你在八月六號之前要付款 那台積電說沒有這回事 那實際上到底有沒有這回事 有 但是不是台積電被攻擊 是台積電的供應商 叫做陳昊被攻擊 好那他到底在做什麼呢 陳昊他到底在做什麼 他其實在做一個軟體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環境的這個測試 他可能跟台積電有往來 然後他有一個這個軟體 他在測試說 我們未來跟台積電要互相怎麼連結 連結的這個狀況 結果沒想到裡面的 有些城市裡面是台積電的東西 結果這個Lugbit就認為說 這個好像跟台積電有關 就開始去攻擊這個 但其實這是不會燒到台積電的 那現在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這家公司已經跟台積電表達立場 就說不好意思 我們這個好像是有連列到你 但是他馬上去道歉對不對 對 但是對台積電 不會有影響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講這個Lugbit Lugbit事實上是 今年全球最猖狂的這個軟體 尤其是這個勒索軟體 那根據美國FBI跟CIA的這個統計 他說他今年2020年 到現在為止的今年第一季 已經有受害組織高達1653個 而且目前的不乏所得 已經超過9100萬美金左右的狀況 所以真的有人會付錢 當然會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很多人都很怕說 一些關鍵的零組件 或是關鍵的一些機密 會因此而洩漏出去 所以他就說 如果你不洩漏給我的話 我會攻擊你相關的公司 所以對大家來講的話 當然是寧可付錢 就了事的一個狀況 好 我們就講 事實上台積電所謂的 被駭客攻擊 或是說所謂的資安問題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注意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台積電 曾經在我們二零一八年 曾經有一個非常嚴重的 這個資安的問題 然後電腦感染 導致台積電當時的損失 約莫折合新台幣 是五十二億左右的一個 所以台積電真的曾經是被病毒攻擊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當時真的非常嚴重 他整個廠區 包括說竹科 中科 還有南科都停擺 而且停擺高達三天左右的時間 而且當機的營收是2% 損失大概是五十二億美金 五十二億台幣左右 好 那他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 主要是這樣 因為台積電有非常多外來的公司 外來的這個所謂設備業者 要進去安裝機台 那就某一家設備公司 他要進去安裝機台的時候 有兩個程序沒有做到 第一個 這家公司 他應該在安裝台積電的機台的時候 他先掃毒 但他沒有掃毒 沒有掃毒的時候 就有這個機台裡面有病毒 他沒有發現 好 但是台積電的SOB也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是讓他進機台進來之後 就直接先插上 讓他跟這個場區連線之後 他再掃毒 就沒想到這樣的一個SOB 這個毒就進到台積電裡面來 他應該先掃毒再連上 那為什麼 因為這個病毒叫Wanna Cry Wanna Cry是怎麼樣 Wanna Cry他就是在 他的SOB就是你要先在停機的時候 先掃毒 先抓到他 否則你一開機的時候 他就馬上會開始流竄 但是台積電沒有先做這個動作 其實台積電的動作應該是先 無論如何是先掃毒之後 再連上公司的內網 結果他沒有 沒有之後就這個病毒就進來 進來之後就開始在侵襲 而且當時台積電用的這個 這個軟體的這個介面 是Windows的介面 Windows的介面比較老舊 所以他沒辦法阻擋這個Wanna Cry 一直往外跑的一個情形 所以當時造成了非常嚴重的這個損失 後來台積電因為這件事 他有重新把SOB再 把它做得更好 就是現在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機台 你對方 你要給我保證你沒有病毒在這裡面 所以你要先掃過 你不要讓我來掃 那台積電內部也再做一個 這個把它加強 就是無論如何 未來一定先掃毒 再連上我們公司的內網 否則一定會出很大的問題 所以現在等於是說大家都知道 因為包括說像廣達 在2021年也有被這個駭客組織 reveal也給他駭客過 也給他駭過 所以現在等於是很多高科技廠商 現在有組一個聯盟 他們叫資安聯盟 就是說我們來互相分享彼此 可能因為各個廠商會被勒索 會被侵入的軟體 其實病毒其實是不太一樣 那我們就互相的交流 所以我們最近可能被某些病毒 這個侵襲 或是說被某些團體來勒索 你們有沒有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他們互相分享情報的一個狀況 像事實上臺灣的這個 目前為止的很多資安的這個狀況 特別是台積電 他們有請到很多外國的資安專家 可能他等級是比照美國國防部等級 就是二零一八年那次嚇到了 所以現在所有的事情 都是最高規格的 因為你看一次就損失了五十二億 事實上這種營收損失這個事小 為什麼 因為如果假設是在蘋果的旺季 你出了這個包 那可是損失傷於 那可是無法估計 而且好像據說那個勒索的那個組織 他會看你的營收 當然 定他的贖金 為什麼他們要找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營收太高了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這個情號 情號小公司 他當然會 所以情號他就倒楣在他的檔名存 那個台積電 對 他當然就看到台積電 他就勒索台積電 但是事實上跟台積電無關 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駭客也是不斷的推陳出新 他們也在不斷的創新 那怎樣創新呢 他們現在會怎麼樣 他們現在不是會進去擾亂你的電腦 他們用的方式是他會找到你一個關鍵的零資料 他把你鎖住讓你無法開啟 譬如說台積電裡面假設 他有什麼二奈米的一個關鍵的這個檔案 他會把你鎖住這樣子的狀況 這就有點像以前我們 我們在大學念書的時候 我們在打麻將 然後跟被教官抓到 那教官會怎麼做 他們又把整個麻將收走 他就把你幾個抽個五六隻麻將起來 你就沒辦法打 他就類似這樣的概念 好 那營收二 方法二當然就是看你的營收 所以他一定會去找 比較大規模的公司 從這邊去著手 什麼著手 因為你的營收很高 你就會按照 你如果會說 你看像台積電 台積電的營收那麼高 你看隨便的損失 反正二就是五十二億 所以這個就變成是駭客 一些新的這個方法 不過我覺得都是這樣的 你就是倒高一死磨高一丈 雙方都一直在扇扁扇 那當然就是看 誰砸越多資源去保護自己的資料 或是誰砸越多資源去害人家 看誰會獲勝就這樣 所以我們看到這次 這個台積電事件 已經這個國外媒體都在廣泛報導 但是先不用太擔心 因為其實這回跟台積電無關 是他這個下頭的供應商 那也沒有泄露到什麼機密 人家純粹就是黨名存一個台積電 駭客組織就來了 但是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提了個醒 台積電已經被盯上了 所以這個台積電已經做好了 萬全的準備了 希望這個駭客這個是沒有辦法 這個沒有辦法進到 台積電的一個軟體系統當中 好 那麼繼續 我們要帶你來看看的是南韓 我們曾經在節目當中跟大家報告 現在中國他們很多人很覺得潤 往國外去 到處移民去 然後有些地方 你看他之前到新加坡去 然後到哪些地方 黃金簽證 很好去就去 我們在節目當中告訴大家 最近這些中國人離開 他們到了南韓去 因為南韓其他的移民條件 放得很寬 最低的門檻是你要有三億韓元投資 你就可以住到韓國去 當韓國人 三億韓元是什麼概念呢 大概就台幣七百萬左右 你覺得那個門檻好像不是很高 這個三億韓元 那另外還有一個韓元 就五億左右 你就可以投資移民到那地方 當這個韓國人了 那於是乎大家都到南韓去 現在南韓覺得 我們現在很多地方 已經中國化了 所以他們要杜絕 這樣的一個狀況 他們覺得這個移民條件 要收緊一點 特別有一個地方 他們講南韓的濟州島 濟州島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小島 觀光的一個島 這個韓國人很多人結婚 用蜜月旅行就到濟州島 他們說濟州島 現在已經中國化 幾乎濟州島上的地 都要被買光了 所以他們現在很緊張 在南韓他們要寄出現中令了 這個中國人 你要移民到南韓去 他整個門檻提很高 他特別提濟州島是 中資在這個地方 圈地六成以上 都買濟州島了 然後在這個地方 已經快要變成 中國的高爾夫島 因為打高爾夫球 都來這個地方 度假村 高爾夫球村 全部都中國人開的 到底南韓看到什麼樣的警訊 現在要把他們的移民政策 收緊一點呢 建勳哥 韓國是一個 我們很喜歡去的一個國家 但是沒想到他的移民 現在已經換了一個方式了 那主要這是因為中國 去了太多人 導致他這個公益的 失業移民太寬鬆 他太好去了 你看像這種五億韓元 我剛剛講那個三億韓元 是你要五十五歲以上 他有一些不一樣條件 但是最低門檻七百萬 就可以去當韓國人 這個是一千萬一千兩百萬左右 可以當韓國人 很放寬 我們先來講什麼叫公益事業投資 他就是講說呢 你要來投資 你要來當韓國人對不對 那你先拿一筆錢 拿一筆錢 那我政府把這筆錢拿去放款 給我南韓的中小企業 那到了三年五年到了之後 那我就把錢還給你 你就可以成為韓國人 是 那這樣的門檻 其實太低了 才只要五億韓元 聽起來很多 但其實只要一千兩百萬的新台幣 是 我們再來舉例 舉例看看 美國跟這個澳洲大概要多少 大概一百萬的美元 大概三千萬的新台幣 這麼多 是 貴一點的話 加拿大大概一百五十萬美元 比較貴的話 紐西蘭大概要兩百萬美元 才能夠做投資的移民 所以他現在把新政策 調高變成十五億韓元 也才不過大概是 兩千多萬的新台幣 但他已經調到三倍了 對 但是其實 還是在放在國際間 還是好去的地方 對 相對好去 以整個亞洲來講 我只要做投資移民 現在最便宜的可能是泰國 只要一千萬左右 所以韓國下往上拉 只是說 我只是拉到跟其他先進國家 差不多一樣的一個門檻 左右而已 那中國人大量去那邊幹嘛呢 就是買房嘛 去炒房地產 可是去了房地產之後 大量的錢進去了 我們看到一個統計資料 去年 在中國人買入了 六千六百四十間的 韓國的房地產 哇 這樣看起來好像數字 大概沒有什麼概念 對 我們打一間 房子是一千萬新台幣好了 大概很合理的一個基礎假設 是 這樣就投入了 六百六十四億新台幣 哇 那如果我們假設會往上調 房子可能貴一點 一間可能是兩千萬台幣 對 那馬上就變一千三百億新台幣 所以這麼多的中國熱錢進去之後 造成了什麼 造成了這個韓國的房市就會大漲 對 那大漲之後造成了年輕人就買不起房子 對 民怨就高了 階級對率就高了 所以中國人在這個地方炒房造成了韓國 他們內部的社會問題 非常大的社會問題 你就想想看 我年輕人買不起 再來是我年輕人要租房子 一租 怎麼都是貸款公司 在賣就是跟中國人租 那個感覺其實很不好 這國家到底怎麼了 為什麼我不能跟我本國人租 我都要跟中國人租 因為本國人買不起 對 所以這個很嚴重的一個社會問題就出現了 階級的對立 年輕人的剝削 還有相對剝奪感就來了 那現在韓國 他們自己在討論的是 濟州島的問題 他們說現在濟州島 已經快變海南島 因為上頭全部都是中國人 跟中資在裡頭投資 對 其實濟南島 濟州島過去是一個 大家蠻喜歡去的地方 他過去其實還蠻荒涼的 他就是以強風聞名 以石頭聞名 還有海女聞名 海女就是在海邊工作的女性工作者 在那邊養家活口 是 那後來就是去那邊騎馬 他其實濟州島的這個馬 還蠻有名的 他是舉世聞名 叫做矮腳馬 這個矮腳馬 他的馬 高度大概只有一般的馬 三分之二 然後他跑的時候腿都不會彎 耐力特別好 所以日行千里 所以 因為他很像狗 因為那個馬好矮 對 就算他日行千里 但是再到像我這種的 可能就會比較辛苦 走不動 是不是 對 是 所以他們其實有很多自然景觀 是他文明的地方 對 但是馬場都變高爾夫球場了 對 都變高爾夫球場 因為大陸的人前去了之後 就在那邊打高爾夫 那打高爾夫呢 就造成了聲帶很多的破壞 以前當地是山明水秀 這個風景非常的優美 是 這個對海女的衝擊 可以說非常大 以前大海就是我家電冰箱 我今天到底是要吃龍蝦 還是吃海參 還是鮑魚下去撈 就跳到海裡去撈就好 對 那現在變成高爾夫球 就都產平了 他們說下去撈 結果不是撈到那些海鮮 都撈到高爾夫球 那對啊 那你覺得當地居民 怎麼會開心呢 這當然不會開心的 所以當地的生態的破壞 然後對於社會住宅的一個衝擊 都是最 都是造成這一次韓國 要把這個移民門檻 大幅調高的一個原因 這個南韓這一次 你說他這個面向 所有的一些外國移民 但是很明顯的 他就是在講中國移民 能不能有效的遏止 那恐怕現在看起來 這樣門檻好像還是擋不住 到有沒有效呢 我們可以持續來觀察他了 好 不過國際間 另外一個重大事情 我們要趕緊帶大家 來看到法國的一個 這個混亂狀況 還在持續當中 這個非裔少年之死 現在法國的大暴動 好像有一點很難阻止 現在我們看到 這個法國總統馬克宏 本來要到德國去 要談很重要的國家大事 但現在他這個內部的狀況 他首先要趕快好好解決 好 我們來看這件事情 是在六月二十七號 法國有一名非裔少年 奈爾先生 然後他因為拒絕領檢 遭到遠景的射殺 馬上就是這個族裔問題 又載起了 這個其實法國有非常多 黑皮膚的人 這些非裔的人非常多 那你說他們是移民嗎 他們不是移民的 他們很多人在法國 已經二代三代 他就是個法國人 只是膚色不同而已 但是膚色不同 就很大不同 大家知道的 所以我們來看到 這個法國跟非洲 過去法國大量殖民 這個非洲地位 恩怨情仇很多 現在要重新的 通通被翻上來 那我們來看 這些法國暴動 他十家的購物廠商 這個商場 然後兩百家超市 攤販 甚至到處的砸車 名牌精品店 全部都被砸了 現在的一個 這個商業損失 超過一億歐元 而且還在持續的 往上壘上去 到底要如何解決這個難題 現在對於馬克宏來講 這真的很棘手 我們來問問我們老德 湯老師 你怎麼看 這個法國的大暴動 現在最新的狀況 這個暴動的情況 牽涉的層面非常廣 我長話敢說 意思就是說 這個這次牽涉到的 這個是一個非裔的少年 他只有十七歲 是 因為十八歲才能考駕照 好了 那十七歲 他是絕對沒有駕照 那結果警察一領檢 他就害怕 就跑了 跑了以後警察就開槍 開槍就把他打死了 對 那你說這個東西 到底怎麼解釋 那這當然有很多的原因 第一個 移民的問題 第二個 難民的問題 那這個非裔的少年 可能是難民 因為他已經來 沒有太長的時間 那這個移民跟難民 其實都對法國人來講 都是一個非常嚴重的 一個種族 還有宗教之間的 這個差異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就一直都存在著 還有一個呢 導火線是什麼呢 是警察 為什麼 2016年 各位不曉得還記不記得 有一個恐怖分子 他開了一個卡車 結果衝撞人群 因為那個人群 剛好是一個 球賽的結束 他們要疏散回家了 結果人群很多 結果他就一衝撞 好了 死了幾十個人 結果傷了幾百個人 那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警察領檢就特別嚴格 好了 那這樣子一弄 就使得民眾 跟警察之間的這種 對立 而且這種惡感 就一直不斷三十歲 這次一點火 好了 全部燒起來 當然 你這個種族問題 還不是完全全部 還有呢 就是經濟問題 因為這些人 尤其是年輕人 也就是說 從十五十八歲 到三十歲的 這群人 他們的失業率相當的高 有的時候百分之四十 有的時候到百分之五十 好了 那你這些人 整天有所好險 找不到工作 對 那你當然 你積了很多的民怨 這些民怨怎麼辦 那當好看到了 有這個情況 他就立刻爆發出來 那爆發之後 他們非常嚴重 在這個街上 幾乎就是能搶劫就搶 能砸電就砸電 對啊 那這個東西當然了 那就是因為 你積了這麼深的民怨 那你現在一把火一點 那這個整個就爆開了 那這裡頭還牽涉到一個什麼問題 就是說 因為這個法國人 他生性就比較浪漫 我們大家都知道 法國在全世界的這些產品 最好的都是什麼 都是奢侈品比較多 精品 精品 奢侈品 什麼等等 所以說法國人 他們跟德國人不太一樣 德國人是什麼呢 他是工作為了生活 法國人是什麼 生活為了 不 我講錯了 生活為了工作 那法國人是什麼呢 他是這個工作為了生活 其實就是為了享受 是 意思是德國人 他說我把工作要做好 那法國人呢 是說我要把生活過好 那德國人太蠢了 怎麼一天到晚做工作 是 那所以說 他們的生性是比較浪漫 但總統不能浪漫 你看 國內亂成怎樣 他跑去聽 Elden將的演唱會 你還在浪漫 所以被罵翻 對 罵翻了嘛 所以說嘛 那所以說他們的這種 這種個性 就跟其他國家不太一樣 我覺得是跟德國 形成一個對比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那他當然 因為法國的經濟 又不是太好 那所以他前一陣子 不是才去中國訪問嗎 那為什麼去訪問 那當然這裡說 就原因很多了 第一個 法國跟美國 他們是長期不睦 法國是什麼 法國是歐洲一哥 那美國是什麼 美國是世界超強 所以他們在歐洲事務 在很多國際事務上面 他們是衝撞的 所以他們從中到來沒搞好 那沒搞好的結果是怎麼樣呢 又使得法國現在希望 他當然要在歐洲做領導 那他的支撐是什麼 他絕對不會找美國 他一定要找另外一個 找另外一個是誰 那當然只有中國 那中國當然了 現在的這個情況 全世界都在圍攻他 那由法國出來要來跟他 來緩和關係的話 那中國當然是求之不得 所以說上次習近平 對他的這個招待 不但是在北京 還跑到廣州去 這個是從來沒有見過 因為習近平很少在北京以外的地方 來接待這個馬克宏 接待這個外國的 其實以這個目前的 這個地緣政治來講 那如果美中大國博弈底下 你看法國似乎 現在看起來馬克宏 跟中國似乎要保持一個 非常友好關係 因為為了經濟 但是這一次的這個國內的暴亂 其實對於他的經濟來講很傷 當然很傷 對 那接下來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那你說這裡頭有沒有外國因素 誰想讓他亂 是不是要這樣看 那個像以前韓國那個 那個那個總統 那個你總統 胡錦慧 他不是跑去跟習近平站在一起嗎 就回來他的他的弊案就爆發了 所以有陰謀論在裡頭 不知道 因為沒有證據 可是可以推論 因為他跟美國 就最近是因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AUKUS 就是這個跟澳洲 英國 美國 他們搞了一個這個核潛艇計畫 硬是把法國排除了 對 法國原來跟澳洲 有一個潛艇計畫的 結果現在都沒了 那個是 法國是滿臉都花 所以說他恨在鼓裡 所以他第一個他訪問中國 來跟美國對著幹 那第二個現在呢 是不是有另外的勢力 要來讓他反省 讓他能夠知道錯誤 我覺得這一點因素 是不能排除的 意思就是說 現在的這麼強力的這種反彈 這個而且是騙騷全法國 這個還不是說只在巴黎 或在這個首都 這個變成全法國 這個是非常罕見的 所以說是不是有這個 外國勢力介入 我們現在是先打個問號 對 但目前看起來 這個暴亂到目前為止 那麼當然這個警察抓了很多人 但是呢 這個抗議的聲浪 還是不斷在進行 那到底會如何解決呢 我們就來看看到底 馬克宏接下來要怎麼做 因為他都已經現在取消了很多 他的一個對外的訪問的一些行程 那好好的專心來處理 他內部的事務 那會有怎麼樣後續 我們再來持續觀察他 歡迎回來 我們帶你看人民幣 最近不斷在貶值 但是其實也不單單人民幣 亞洲貨幣最近都壓力蠻大的 那我們看人民幣一路貶 之前還講說那個七要不要守 就現在好像已經直接算了 好像已經七點二五了 那現在呢 我們看到人民幣在貶 你就發現了很多現象了 很多人過去不是在講說 人民幣希望去美元化嗎 那也有很多地方都在買人民幣很多啊 你看俄羅斯也不是買一堆嗎 很多國家大家都說好 我願意跟你的人民幣交易啊 手中蠻多人民幣的 但是呢 最近啊一看到人民幣走勢不太對啊 通通趕快拋啊 趕快換成美元回來保值一些囉 好所以我們看到這樣的現象 在中國的國內也有 所以出現了所謂的外匯黃牛了 都在銀行外面晃來晃去 看到有人想要換錢是不是 然後馬上過去跟他說 我可以給你更好的價錢 你要不要 好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現象呢 我們來問石聰哥 對沒錯 因為人民幣一直不斷的貶 現在市場預估可能到七點三左右呢 人民這個中國央行才會 這個大力的這個主貶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就必須講啦 事實上為什麼會有這個所謂外匯黃牛 因為中國有所謂的一個人五萬塊美金的一年的換匯的康達 那另外一個說雖然有五萬的康達 說實在你要去銀行換 有時候銀行不讓你換啦 說那怎麼辦 而且銀行給的價錢比較差 所以才會有外面有一些所謂的黃牛在那邊兜首 所以我即便在額度裡他也不讓我換 有時候就不讓你換 他們就是這樣 你雖然有額度他也不讓你換 你說真的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這是食物面 所以才會有外匯黃牛出現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他們很多人就說 我很多兒子女兒在海外 我一個月一個月要匯幾千塊美金 沒想到一直扁 我要我要匯的這個 我要匯的人民幣價格越來越多 那我說我先把他換起來 所以如果你有辦法 有辦法換到五萬塊美金的 很早就已經大家都把他換換完成一個狀況 好那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要怎麼去穩定他的這個匯率 第一個因為目前中國外匯存體還不少 所以有人就說 他可能會嘗試在七點三去穩住他這樣的價格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開始調降這個美元的這個存款利率 那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事實上以目前為止來說 美國的在之前的美元的一年起的定存 在中國裡面是2.8 那人民幣是2 所以至於如果是你 你怎麼做 當然存2.8的 存美金都在2.8跟2差很多 對不對 所以那怎麼辦 中國央行就說下令所有的銀行 你給我下調這個美元的這個 這個所謂利率 讓人為的下調 對 這樣意思是什麼 讓大家不要往美元去跑 但是問題是你能夠止住這樣的狀況 其實止不住 因為目前為止 大家這個主要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美國可能七月還要再升息一碼 那利差持續在拉大之下 你本來人民幣 不是只有人民幣 亞洲貨幣日幣也在扁 那臺幣也在扁 所以人民幣很難單獨 去挺住的一個情形 但是這個對人民幣有個負面作用 就是因為之前人民幣一直說 我要這個變成世界的貨幣 我要挑戰這個美元對不對 所以我跟很多國家都簽了 那種單獨的匯率交換的這個狀況 但是現在怎麼辦呢 現在他們就是 譬如說俄羅斯好了 普丁他覺得說 好啦我跟之前賣你那麼多石油 賣你那麼多石油 我拿到人民幣 問題是我拿到人民幣 之後人民幣貶值 我等於被你占便宜 那他怎麼辦 他於是就把他手上的人民幣 把它換成美金 所以他聽說最近換掉這個45億美元左右的額度的這個美金 這不只這樣 還有包括說阿根廷 很多國家都是這樣 我跟你拿到錢之後 我就先換成這個美元的這個狀況 至少我不會有這個匯率損失的這個問題 所以反而因為人民幣貶值 讓他要挑戰美元的這個狀況 又有一點會走得更遠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才說到3左右 應該是一定會 7.3左右一定會出手去比 可是最近葉倫不是要去兜售美債了嗎 對啊 那不是也一樣 沒辦法就是說反正現在的狀況 對中國就是他內外交迫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之前你不是說有時候外匯黃牛 事實上這個其實是1980年代到90年代 中國曾經出現過非常多的外匯黃牛 那為什麼 因為其實以前 這個中國的外匯是沒有辦法在中國流通的 美元什麼都不能在中國流通 改革開放初期 所以還有一個叫外匯券的東西 那外匯券的東西就是等同於是美金的 因為他在外匯券還有一個比較特別 當初華僑或是海外人士進去 你拿外匯券可以去買中國民眾買不到的東西 所以他們外匯券當時很受歡迎 所以當時的外匯券就很多人要去買 所以很多人拿人民幣去跟他換外匯券 對 換外匯券 因為他除了是可以保值之外 還有可以買一些特殊的東西 所以當時的這個一般的這個外匯黃牛 是相當相當多的 那現在沒想到 大家說80年代90年代的外匯黃牛 怎麼重新又在中國出現 這都是人民幣貶值時候會出現的這個狀況 我那時候看那個大陸的小說 他們講說外匯券的用法 就是那個時候大陸人不可以買冰箱電視 但你要外匯券才可以買冰箱 沒錯 所以大家都要去嘛 那某種某種程度來說 除了當時人民幣在貶值之外 另外就是外匯券可以買很多東西 那你既然是外匯在貶那怎麼辦 那當然是央行行長 可能要換一個新的人對不對 沒做好 對 現任的這個央行長 易剛 易剛他其實做得不錯 我覺得他某些程度來說 匯率的方面算是穩住 因為中國這幾年的經濟 真的有時候時好時壞 而且有COVID-19的這個問題 那他現在是人民銀行的行長 聽說他有可能會被換掉 那換掉的時候 原本大家猜測最有可能是朱赫薪 就現在冒出一個新的叫潘公盛 那潘公盛對 他為什麼會找他 第一個 因為他其實也 他目前是中國人民銀行的副行長 另外他是國家外匯局的 管理局的局長 所以他基本上他在行的 就是所謂的外匯的這個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來說 為什麼要找他 第一個 他其實有跟西方有接軌 你看他其實除了在中國念完 人民大學的經濟學士跟研究員之後 他在海外去 他在哈佛去 所以他其實跟美國這邊 他其實也有一些相關的這個連結 所以也就是說讓他來擔任 這個所謂的新任的行長來說話 在另外一方面來說 其實他有非常多的黨職 那聽說他也跟這個習近平 他們那些的關係不錯 所以由他來擔任 所謂新的行長來說 似乎是更能夠貫徹整個的意志 但是無論如何 我覺得中國今年面臨到 因為他經濟目前為止 雖然說李強說保五是沒問題 但是其實上大家都認為說不太可能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人民幣就有一個貶值的狀況 再加上美元再拉高利率 我覺得人民幣要直穩 至少要等到美國七月升息 他說我可能不會再升息了 那時候可能會比較穩 但是他同時也要看到亞洲的貨幣 如果日幣還是繼續貶 我覺得他也很難單手去撐住 就對他來講今年人民幣要穩住 有非常多除了國內因素 還有國外因素要考量在裡面 對 所以我們看到了即便是央行的 這個行長要換人 到底這個人民幣現在的一個貶是要怎麼穩住 這個詩聰哥給大家一個數字 你趕快看看連轉會在升息之後 接下來有沒有可能穩住一下 否則的話可能趨貶 可能就很難避免了 好 那麼繼續我們要帶大家來看看 一個產業故事很有意思 如果大家在看台北股市 最近有一檔股票不得了 賣車的 這個地表最會賣豪車的是誰 在臺灣叫泛德永業 這真的是一個傳奇 我是傳奇就在這裡了 當然他的股價現在也創了一個 他自己掛牌以來的歷史新天價了 那當然要撐住這麼高股價 他一定做對了很多事情 為什麼大家會說 他是地表上最會賣豪車的一家公司呢 光是賣車賣到IPO就非常不簡單 所以我們請問兩大 我們來看看泛德永業的故事 其實今年臺灣的車是真的很熱 預計掛牌數量上修到四十三萬輛 所以大家熟悉的像玉龍 中華 荷泰車 這個都大漲 不過泛德永業相對比起來看 大家對於他的業績 或說對他的股價比較沒有那麼熟悉 因為他算是很低調 大概將近三年前掛牌到現在 默默的創下歷史新高 今年就漲六成 那其實泛德永業旗下 他最主要就是三個品牌 都是豪華車 MINI B&W跟Porsche 這個有女生愛的 然後也有男人一生的夢想 那其實這三大品牌車 真的可以看出台灣消費者的口袋 實力真的很強 是 因為為什麼他今年的五月營收 創立史新高 前五月份營收成長二十一趴 最主要就是其實在前幾年 疫情的影響 有一些訂單需求遞延了 現在爆發了 然後再加上整個供應鏈生產的狀況也改善 所以其實供需都轉好的狀況之下 讓他業績看到了亮點 而且就今年的整個情況來講 第二季到第三季 他的業績 隨著大量的新車現在坐船到港了 後面還很好 因為很多訂單現在都還在排隊等當中 那當然其實公司本身已經連續九年 每股存益都是超過一個股本以上 連續九年 對 年年都是十塊以上 去年就賺了十八點二八元 那即便到這樣的這個獲利水準來看 其實我覺得跟同業相比 他的本益比還是低 而且他的指利率還是比較高 那最重要就是說 其實我們看到接下來 他的業績潛力是來自於 今年有很多的新車推出 那尤其他的電動車 不管是B&W的i系列 像i4 i7或iX 或者說這個Porsche旗下Tai Ken 這個是很多男人一生當中 夢想的電跑車 那其實現在其實真的訂單 都已經排到可能兩三年以後 那所以我覺得 其實這家公司未來 當然在資本市場當中 他還是有持續比價的空間 那重點是 其實他的過去創業的故事 非常特別 是 因為創辦人 其實當年就是像電影 情節一樣 在一九四九年戰亂的時代 趕上了末班船 然後這個坐船來到臺灣 那這個兵荒馬亂之中 就是抓了金條 這保命錢 他家有金條 也不錯 帶了二十一條金條的 保命錢 是 不過沒多久 就被朋友騙走十條 他把剩下的鎖在保險箱 那最後留給他的子女的 就是九條金條 九條金條 就變成大家 剛好你看 這就是他們姐弟一家 一人分三條 他們三姐弟 所以爸爸留九條 一人三條金條 然後還留下了 就是企業經營的理念 告訴他們要 氣而不捨 什麼氣而不捨 其實我們看到中間 這個就是唐榮莊 是集團的總裁 他其實小學畢業之後 就被他父親送到國外去 那他在加拿大一路讀到大學畢業之後 還考上了當地的會計師 所以其實他其實是非常能讀的 而且經過了整個家族事業的歷練磨練之後 還把他派到德國的服師 原廠去學習 那其實在當時 他雖然很有語言天分 你看他在加拿大念書 這個英語絕對不是問題 然後他也會說德語 甚至他的太太 因為是長期住香港 他的廣東話也講得很流利 但是重點是 雖然有這麼好的語言才華 可是當時去拜訪服師 或者說在那邊實習的時候 常常碰釘子 因為其實泛德初期來講 他的規模當然是小 所以很多原廠看不上 為了要爭取代理權 不斷的不斷的來回協商 那有時候只是一個會面拜訪 可能一座人板凳 就要等個幾小時 才能跟主管講到幾句話 當然這就是所謂 棄而不捨精神的傳承彰顯 那當然最後當然B&W 就是交由泛德來做國內代理 而且目前他不但是國內的代理 其實放眼全世界 整個B&W的海外 最大代理商就是泛德 最會賣的就是他 因為你說全世界 你說台灣人口袋很深 對啦沒有錯 但是口袋更深的國家 很多啊 但是為什麼在台灣 是全世界賣最好就在台灣 好 那其實當然努力 棄而不捨之外 我覺得也有運氣 因為其實當年 原本他們接手了 所謂七百 七百輛的這個金威車 其實這個不是當時的主流車款 對 本來是燙手山芋賣不掉 結果沒想到政府一指令下 宣布即日起 禁止這個進口車 所以其實變得現在 在國內的這些進口車 當場變成自首可熱 騎貨可居 對 所以馬上就變熱賣 其實因此讓這個泛德 有一個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因為有一桶金 然後去做發展 其實Posh也非常重視台灣市場 所以你看其實現在有很多的 新車都會增加更多的配額給台灣 包含在台中 他所設立的展示中心 七千平大 今年四月就開始試營運了 那現在第三季預計的 就是要正式的盛大開幕 所以你就知道 其實台灣整個中部地區 這種富豪真的口袋很深 不過講到就是為什麼公司 要掛牌上市 其實還是來自於整個家族的接班 其實到了他這一代之後 發現有一點問題了 有些變數 因為他的兒子在臉書工作 並不想來到汽車產業 而且老爸還跟他說 你只要願意來來這個接班事業的話 我願意給你雙倍薪水 兒子說不用 因為錢不是我重要的考量 所以其實慢慢公司就是體認到 經營錢跟管理權 其實是可以分開來 上市之後當然有助於公司的知名度拓展 而且也有助於吸引更多的人才 一起投入到公司來做打拚 是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范德永悅 非常特別的一家公司 賣車賣到IPO 然後連續九年 都可以賺進一個股本以上 非常厲害 那這個三條金條 打造了今天的這麼大的一個 這個汽車王國囉 那麼這我也要跟大家分享 范德的一個故事 歡迎回來 這一段我們特別請到了 華爾街操盤手 卻右上 卻老師來到我們現場 跟我們聊聊 接下來在下半年 我們應該怎麼看 現在全球的一個投資趨勢了 我們歡迎卻老師 卻老師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那麼卻老師 其實過去在我們節目當中 跟大家分享 你都看到卻老師曾經 大家這個經常看到他跟大家分享 這個台積電的投資數 但其實呢 卻老師在華爾街經驗很豐富 所以我們來看看 巴菲特投資數 他也非常有研究 為什麼要特別講巴菲特呢 大家都知道巴菲特的一個投資策略嘛 當然就是要用時間 然後呢 投資一些優質的好企業 用穩健的方式 累積他的資產 但是呢 巴菲特其實有一個指標 大家大概知道巴菲特指標是什麼 就是告訴你如何判斷 這個市場是否過熱 那這樣的一個指標呢 最近已經來到一個市場 過熱的一個數字了 全球市場的指標呢 他說如果呢 你在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左右 這個巴菲特指標 其實就是用這個股票的一個市場的市值 然後去除以一個國家GDP嘛 所以你會除出一個數字 那如果是七十到八十的時候你進場 那你可能可以有鑽頭 但是如果高於一百的話 那開始有一點估值過高 那如果再高的話呢 那就已經開始進入一個市場 過熱的狀況 為什麼現在要提這個巴菲特指標呢 因為給大家一個數字 現在美國的市場 他的巴菲特指標 已經來到百分之一百六十九 聽起來那不就是過熱嗎 到底我們要如何解讀 這個巴菲特 他的一個概念 放到現金這樣一個市場 邱老師 基本上巴菲特指標是蠻有意思的 兩千年是高科技的網路泡沫 準不準 準 兩千零八年準不準 準 但是兩千零八年到現在就不太準 但是他還是有他參考意義 那你要去抓這個指標 就有點像抓那個席熱指標一樣 可能會面臨一個就是摔破大家眼鏡 比如說兩二零二零的新冠肺炎 下殺三十七有沒有人想到是V型反彈 沒有 所以基本上如果要抓這個標 可以參考 待會我們來看巴菲特的持有 就是那個 所以你可以參考 但也不能過於仰賴一個指標 因為他隨著時間在改變 可以注意 因為超過的話 關注一下還好 所以還是需要有一些防守部位 對 所以那我們就來看看巴菲特 為什麼特別談巴菲特 其實這個 卓老師來我們特別談 他是因為巴菲特把他的台積電賣光了 所以我們很想問問卓老師 你的意見 他那個賣光 要先談這個還是先談台積電賣光 我們先講台積電賣光 我覺得這個 所以我有曾經錄了一個視頻 題目叫當巴菲特遇上市場先生 市場先生是他的老師 格拉罕一再強調的 就是說你在投資股票市場的時候 你一定會碰到市場先生 這個市場先生有時候非常狂翻 興奮得不得了 他告訴你台積電三千塊錢 過兩天他告訴你四千塊錢 他說當他在興奮的時候 有時候會過於衝動 你可以不要理他 可是有時候他會跪於一種沙喪 像今天就是叫做 我們叫Blue Monday 假設是禮拜一的來講 那可能他會怎麼樣 很郁郁寡翻 他可能告訴你台積電 本來他前一陣子賣你四千塊 現在只賣你三百塊 他說兩百塊 他的出價是處在一個憂鬱症裡頭 他說那你就可以利用他 巴菲特賣光了 就是碰到台海的危機的 憂鬱先生的市場先生 所以他自己講的部分 他也賣掉了 但是那個時候賣好 非戰之罪 為什麼 因為當時所有的媒體都在談 俄乌戰爭 所以他如果不賣 包括經濟學人員 甚至很多媒體都談到 台灣是最危險的地方 可是這種警訊出來他不賣 萬一真的發生台海戰爭 他會人家會怪 是 所以他寧可就賣 也不不差台積電這檔 所以他賣了 剛好是給台灣的投資者 如果有信心的 在三百七億的地方逢低普進 所以還謝謝他賣 對 但這也說明就是巴菲特投資台積電所做的功課不夠 台海的兩岸之間的 事實上有很多私募基金的經紀人也到台灣來 巴菲特講完 他們是來台灣看 真的有那麼危險嗎 沒有 所以大量買金 你就可以看到外資為什麼補為 所以這次巴菲特變成聖誕老公公 是 好 那就謝謝他賣 所以賣出一個低點讓大家買 對不對 不過我們來看看波克夏的持股 他的持股 在接下來的下半年 你認為這樣的一個持股會為這個巴菲特 他的波克夏帶來很大的收益嗎 看巴菲特 我常講他是一本讀你千遍 也不厭倦 這個人 各位看這個表 我看現在很多觀眾 如果沒有看過我們的書 或仔細去聽的話 會產生一個誤導 這也是所有媒體 不小心給大家產生的誤導 你可以看巴菲特這前十大持有四十六 九 加起來再加七十六 加起來這裡是不是百分之百 不是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一百 對不對 還有一些小的沒有列出來 小的加起來 前十大 那如果再這樣加小的一百 如果你看這個你就被誤導了 這不是巴菲特的整個布局 這些有時候這個十大持有 只有佔巴菲特資金的百分之三十 請問百分之七十 他放哪裡 你不去了解 你怎麼看得透巴菲特 這個三十是只有他投資在股票 他一共七大資產 所以你看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地方有一個mega 是 巴菲特 我如果說我曾經在台大的時候 我們有一場論壇大會 大概在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 二一年 我們那時候就談後退一步 對 那個時候我們談到巴菲特 大概十幾年都落後標普五百 靠得很近 我說只要有一次股災 巴菲特就會超前 那果然巴菲特二零二二年拉上來了 那次股災給巴菲特逮到 所以他所有的投資 並不是全部都是股票 我們來看他的七大資產 我們來看下一招 看下一招 他的一個這個資產部位 你看這個會被誤導 他除了股票 還有很多其他 像上市股票 你剛才看到的那個 所以我們看了只有這個部分 只有有時候只有百分之三十 那你想想看他七十的位置 你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他的佈局 對吧 所以上面的東西很容易誤導 可是你再拉回上面那一張 這是巴菲特漂亮的地方 你看蘋果佔多少 四十六個百分點 蘋果的攻擊力度非常的強 可以說他有攻擊有防守 他攻擊的部分 一對二 幾乎是Michael Jordan 或者這種 那種是非常超級厲害 對對對 王牌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他其實現今擁有的部位 有時候高達二三十 甚至五三四十 是這麼強的防守 他還可以跟SPY打成平手 代表什麼 他幾乎是一隻手在打 所以他會穩 一隻手讓你這樣子 他很穩 所以你可以看他 所以要看你剛才的那一張 第二張 你再回到第二 所以你說他的部位裡頭 你可以看 他讓蘋果打先鋒 對 幾乎每一次他出 第一個首發抖手 這個Michael Jordan 你可以看 他蘋果這樣打 所以他可以這個牆頭夠強的時候 他可以有些資金 他可以再擺在別的位置 所以你看第二格上市股票 再占他有時候三十四十五十 所以他放了一些固定收益 對 穩穩的 然後放現金 而且還有子公司的一些資產 都是 比如說他什麼 那個冰淇淋店 所有東西 那都是私有資產 那些廠房設備 都是在他的部分 而且他最後賺錢的是保險業 他的保險業 全世界也只有他 可以做到這麼好 是 那這個講完巴菲特之後 我們就要講講邱老師 邱老師自己也在操盤對不對 你要怎麼樣建議大家 我們資產應該怎麼樣配置會更好 其實大家應該這樣講 這個巴菲特有他天眾英才的地方 而且他非常穩 所以你可以看他賣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那時候只佔他百分之一 他不要在最後收盤的時候 變眾師之地說 台積電你看兩岸戰爭 所以我們建議所有的人 不要學巴菲特 但是要學巴菲特的布局 舉例來講 你攻擊當中一定要防守 對 那所以有一句話 叫攻擊得分 打球一樣攻擊的防守獲勝 你可以看 如果很多人沒有攻擊 在二兩千二零二零年 或任何一次股災下來 三十七到五十%下殺的時候 很多人就完了 所以舉例來講 怎麼防守呢 大概最簡單的就是 依你的年紀 比如說你年紀是二十八三十歲 那你的防守部位就佔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七十是可以放在股票的攻擊 三十放在債券 是形成一個機角 有攻擊就回到巴菲特 剛才那七個資產裡頭 對 所以巴菲特的攻擊 有時候比他年紀還低 巴菲特現在九十二歲 他的攻擊部位其實搞不好只有三十左右 所以他等於是七八十歲的一個防守部位 所以好那你如果看這個部分 你可以看如果說當時是一千兩千年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這個一樣都是這個一百萬 對都是一百萬 然後有這個保守型的帳戶 穩健型的帳戶跟積極型的帳戶 基本上來講你可以看全股的話 我們看全部臺灣0050 從頭到尾兩千年到兩千一年 一共上兩百八十五趴 對 可是 那我們來看一下保守型 我們看一下穩健的穩健多少 三百五十七 對 對不對 然後呢 積極是三百五十一 對 保守多少 保守三十一三 對 有沒有輸給臺灣0050 沒有 但是波動很大 波動很大 而且兩千零八年 大概也跌了四十幾趴 這個投資組合 以超保守投資組合 就是我剛才講的 百分之二十五是 是攻擊 只有二十五攻擊 對 七十五防守 你可以看他交出來的成績 保守型多少 三一三 是 比百分之百攻擊還怎麼樣 還強 而且兩千零八年的時候 不但沒有賠錢還賺錢 對 兩千年高科技幫忙 也沒有賠錢還賺錢 那我們要去怎麼組合成 老師所謂的保守型 穩健型的積極型 很簡單 如果說你這個保守型 是巴菲特老師建議 對 他說你一個人再保守 再保守 你這一生當中 一定要有百分之二十五的 投資組合是放在股票 可以成長 要不然你沒有辦法擊敗 通貨膨脹 對 七十五防守 就等於是你幾歲了 七十五歲了 好 那你看成績交出來 不會比成績更差 對 所以大概一般如果文件型五十五十 好怎麼怎麼做 我們隨便挑一個 你要挑保守型還是文件型 文件型 文件型可能就五十五十 五十放在譬如標普五百 對 或者零零五零 這兩個加在一塊 就是你熟悉的 或者你全部零零五零也OK 是 剩下五十就買 可以是美國政府公債 那有人喜歡買二十年 我會建議不要買那麼長 七到十年 七到十年的 或者是美國政府這個 所謂公司債 混合型的 用債比較保守 保守 穩健一點 一半一半 然後每一年做平衡 你可以看 做平衡的三一三 不過不做平衡的第二四七 不做平衡的話 你的波動會變比較大 對 就等於你那個保護的部位 會變小 因為越來越偏 有點像前輪定位 碰到輪那個坑 更動一次 更動一次 震盪的時候 會越來越偏 就是那平衡的話 就每一年 對 加起來又回到原來的 比例的位置 是 你賺得多 就很有紀律 逢高怎麼樣 減碼 對 賺了錢就賣掉一些 去補什麼 賠錢的 逢低補盡 非常有紀律 你光用這一招 你可以看交出來成績 又棒 波動度又小 你只要有再平衡過的 他的數字都會比不平衡的 要來得好很多 沒錯 這個的做法 其實就是巴菲特 回到那七個部分 我們只是 不要學巴菲特去挑股 但是要學巴菲特的 整個布局 是 那屈老師 最後一個問題 今天這個我們時間有限 我們下次再請屈老師 屈老師跟我們趕快聊聊 二零二三年下半年 你要怎麼建議大家 我跟你講 你無法猜對哪一個 因為你可以看 我上次上也是 好幾個節目組成 尤其2020年新冠肺炎回來 是 節目生意一關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邱老師你知道 好多達人在2020年 下沙山 一賣掉結果就反彈 是 所以你要去猜它怎麼樣 不要猜 就用這個 就用這個 就已經是去猜了 為什麼 我們講了半天 你無法判斷是對跟錯 對吧 所以與其這樣子 就依據太極權的精髓 哈哈